说明一下 除非是不急于此的 就不急于犹配族之外的 罪恶之外例外 否则的话犹配族 无论大小 但是我们说任何罪恶的话 都分大罪小罪 那举办也不例外 就阿拉的施司 说你们要警察 要担心一种小的举办 于是圣门弟子们 感到很奇怪 举办还有分大小吗 一听到举办 因为在圣门弟子 心目当中意识到 举办这就是一种 莫大的一种罪责 这是一种罪大的 对阿拉的一种不敬 怎么还分大小 即便是真坚大的一种色刻 对圣门弟子们来说的话 都不能容忍 所以我们就问到阿拉的事 阿拉的事什么叫做小的举办 于是阿拉的事就说了 阿里奥孤明 我们说作为孤明 这个性质 也是人类 内心里面潜伏的一个毒瘤 在有的人身上 它是良性的 而在有的人身上 是恶性的 有恶性的 那就是无药可救 那祈王拉斯伯哈罗太罗 辞命我们 保护我们 如果是良性的 那只要经常吃药 经常注意 我们的饮食 节制我们的这样的一些 不该说的话 或者不该做的事 已经上了 会能够把它保护好 那并不是说某些人里边 是不是就不存在 而要孤明的这样的一种 毒素 这种毒瘤 那都有 我说人人都有 只要是人的话 都有这个毒瘤 这个种瘤 但要求阿拉斯伯 使它成为一种 良性的这样的一个种瘤 那我们怎么样的去治疗它 在这一方面 所以阿拉的事 首先给我们讲述 在孤明钓鱼方面的一些危害性 特别我们大家注意看 也有张古兰经 这张古兰经 首先阿拉斯伯哈罗太罗 开宗民意 告诫我们说 难道你没有看到 否认报应日的人吗 那一旦听到这样的章节 我们的经主学家说 如果是阿拉斯伯哈罗太罗 用这样的一种口文 提出来的话 我们在座的信誓 听到以后就要担心了 那或许是阿拉要批评我们 或许是阿拉要指责我们 也许我们犯了一种大罪了 不然的话 阿拉不会说出这样的一种话语 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的 家长一样的 难道你又不知道 偷钱的一种危害性吗 那阿拉斯伯哈罗太罗 你又马上知道了 肯定钱丢失了 今天的话 家长很生气 那要不就是哥哥 要不就是姐姐 要不就是谁 怎么会说这个偷钱的 言识性 首先阿拉斯伯哈罗太罗 把这两庄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给他们呵斥孤儿 不攻击平民饮食 这两等人的话 略为是一种否认 报应之恩的 一种首要的一种标志之一 而在这些古兰经当中的话 阿拉斯伯哈罗 并没有提及放弃白宫 而首先提及的是 呵斥孤儿 对孤儿的一种不敬重 对孤儿的一种不仁爱 其次的话就是 自己有食物 自己有能力 不攻击 甚至自己也不鼓励 他人去攻击平民饮食 因为阿拉斯伯哈罗 他为什么提及孤儿和平民 这两者是社会上 我们说的弱势群体 这一等人 我们必须要重视他 当你一个有钱的人 或者是我们的有父母的人 那我们能够开始关注 这两者人的时候的话 其实才叫做有教门 才叫做开始相信报应的人 其次到阿拉斯伯哈罗 紧接着 提及了这样的礼拜者 这个礼拜者的话 糟糕的礼拜者 本来礼拜怎么会糟糕 难道不礼拜者还更好吗 那这个地方并非是说 不礼拜者就优秀 礼拜者的话还倒霉 那要提醒这个电视 以前的观众 要注意理解古兰经 并非说 他那个还说我不礼拜 好 那礼拜的反而还遭罪了 这等礼拜者的话 他犯了三层错误 第一层错误的话 就是对拜公的话 敷衍舍者 他这个没有按时按量的 去完成拜公 仅仅只是为了一种 完成一种任务 他把拜公当作一种 实责 而并没把它当作一种使命 把它当作一种任务 甚至是当作一种重担 对 他把它当作一种 好像是不得不完成的一种 责任 义务 他并没把它当作一种 事业 我们说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人 所以首先他对拜公是 舒服大意的 而这些少货能 其次的话 他们还是一些顾名钓鱼的人 本身拜公就做得不好 他再加上一些顾名 其次第三点的话 他没有社会责任 他阻止加剧事务 他不帮助别人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政绩平民 帮助他人 阿拉斯伯哈罗特他 实在告诫我们 在今世所谓帮助了别人 解决了一件困难 阿拉斯伯哈罗特他 在后世将帮他 解决一桩困难 说今世的困难 跟后世的困难 无法相比 但是只要我们今世 去帮助别人 从这一张古兰 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些问题 一个是 何耻孤儿 一个是不鼓励 人们政绩平民 一个是礼拜 公修方面的一种 舒服大义 敷烟散宅 一个是孤明 其次的话就是 不帮助他人 不乐于助人 我们说不乐于助人 这样的话 恰巧是叫做 否应报应日的人 那其中那一点的话 就是孤明 这一点他的危害性 特别大 所以我曾记得 欧麦尔大仙 当时的话 对一个 在走路过程当中 他投递得很低的一个人 欧麦尔大仙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刚正不安 性格很直爽的人 其实这个孤明钓鱼啊 在圣训当中 记录着这原则圣训 使者桑拉拉夫 阿雷哈萨拉夫的指导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孤明钓鱼 对人这种伤害非常大 尤其是在后世的时候 阿拉的使者桑拉夫 曾经在海底斯当中 为我们举例过 有三种人 后世阿拉斯宗带来 来清算他们 其中一种就是学者 他在经世 宝读经书 然后宣扬圣教 最后阿拉斯宗带来 在后世来清算他 就让他看一看 他今世得到了一些恩典之后 阿拉斯宗带来就说 你用这些恩典 做了些什么 他说我成为一个学者 然后我宣扬真理 阿拉斯宗带来说 你撒谎 你这样做 是为了别人称赞 你是一个学者 顾名钓鱼而已 然后阿拉斯宗带来就说 你已经得到 你所要的东西了 你已经如愿以偿了 这个时候阿拉斯宗带来 就命令天使 把他倒脱着 丢入火域了 这是其中的一种人 还有其中的一种就是 阿拉斯宗带来 他在今世生活当中 成为一个古兰颂经家 他的声音非常优美 在后世阿拉斯宗带来 清算他的时候 也让他看了一看 他在今世 所得到的一切恩典 之后又对他加以清算说 你在今世做了些什么 他说 我学习古兰经 并且教授古兰经 阿拉斯宗带来说 你撒谎 你这样做是为了 别人夸赞 你是一个宋经家 你已经如愿以偿了 以同样的方式 将他倒脱着丢入火域 然后其中一种 就是一个腰肠忘惯的人 他在今世得到 阿拉不计其数的恩典 成为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然后他慷慨好事 阿拉斯宗带来 在清算他的时候就说 你在今世做了些什么 他说 我实际平民 然后我帮助一些穷人 阿拉斯宗带来他就说 你做这些事情 只是为了让别人夸赞 你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 阿姨 你已经如愿以偿 同样 他也是 倒脱着丢入火域 从这段声训训的 三个故事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三种人做的 都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工作 非常 在人看来 是非常高尚 人高的 同样也是 教美所要求的 也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功需 但是往往就是因为 他们的举一不垂正 不是为了阿拉 所以他们这种功休 得不到阿拉的认可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对 就是这给我们说明了 就是说这些工作 这些善举善功 得到阿拉西约的工作 你做了 你稀不希望人看到 其实该看到的人 他也会看到 你稀不希望别人来去 怎么样去评价你 该评价的人 还是要评价你 但是你在阿拉那里的位置 却有了一个极大的变化 一个改变 所以最后得不偿失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先稍稍地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阿スラムアライコム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阿スラムアライコム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阿拉里的观众朋友们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几位学者给我们讲到了 污名钓鱼的危害 那么污名钓鱼 还有哪些实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期望 我们的张红 您继续给我们再讲解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 污名钓鱼 刚才几位学者们 也都讲解了 也都说了 这污名钓鱼 给人类所带来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危害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共同地 学习一段古兰经 这段古兰经呢 事实上是伟大的 阿拉罗斯伯仰赫他呢 在描述伟信使的时候 所提到的一段古兰经 我们都知道 伟信使后世里边 他们的归宿是哪里 是活域的最底层 活域的最底层 是受到刑罚最严重的一种人 那么这种人 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品性呢 阿拉罗斯伯仰赫他呢 在古兰经当中 在描述他们的时候 谈到了三种品性 一种品性 当他们立战拜公的时候 那么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懒洋洋的去立战拜公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他们只很少的纪念真主 那么同时在不论是他拜公的时候 还是他纪念真主的时候 伴随着第三种品性 是什么呢 他们孤名钓鱼 也就是说这些人 事实上他们做的善工多吗 不多 不像是刚才我们所学到的那段圣训当中 所谈到的那个烈士学者 或者是一个有钱的人那样 他们可以这么说 从人的眼光来看 前面圣训当中提到的这三种人 他们干的善工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这种人 古兰经当中描述他们 他们本身干的善工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 无论是礼拜也好 或者是纪念真主也好 无论是从质量上也好 或者是从数量上也好 那么这些人 他们都没有达到应有的这种要求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Yuraunanas 他们做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看见 让人们看见干什么呢 让人们看见 让人们从内心当中 对他有一种崇敬之感 或者让人们在语言当中 对他有一种夸赞意美的这样的一些言辞 那么这种疾病 我们可以把它说成这种心理的疾病 这种疾病可以这么说 是很多很多人都非常容易犯的一种疾病 也正是因为如此 那么圣人 在一段哈蒂斯当中才告诉我们什么呢 的确 我最担心你们的是小的举办 注意 其他的一些罪责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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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 你们当远离什么东西 你们当避免什么东西 但是在这一段圣训当中 使者 圣人 圣人 谈出了他的担心 使者说 我最担心你们犯的 就是小的举办 那有圣门弟子问说 安拉的使者 什么是小的举办呢 使者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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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诉大家 小的举办 就是孤明钓鱼 为什么使者 圣人 圣人 最担心人们 犯这种罪恶呢 不是因为 他的这个罪恶 一下子就让人达到了 出教的这种程度 而是因为这种罪恶 太难以防范 太难以防备 所以 作为一个穆斯林 我们自己 心里边 时时刻刻都要警惕 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 无论是干任何的上工 那么我们首先 应该立一个正确的举议 举议我们干的这个上工 是纯粹的 绝对的为了 安拉 和他来而做 然后呢 在别人夸赞我们的时候 在别人表扬我们的时候 避免内心当中的这种骄傲 这种得意的这种感情 得意问心 对 避免这种 因为 孤明钓鱼 事实上 很大程度上 它在于我们内心当中 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想法 对 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 有教法学家们 那么 就把这个 定义为什么呢 暗藏的举办 把它给定义为暗藏的举办 意思就是说 这种东西 往往它出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所以 心病 还需心药来医 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 以骂你 和对真主的虔诚 才能遏制住这种病毒 它的进一步的发展 其实 孤明钓鱼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罪恶 它能让一种功修 不仅徒劳 而且 因为这种心态 这种罪恶 而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比如说 在使者所得 老公的时期 阿拉斯文雅他来 命令使者 带着这些 圣灵弟子们迁徙 然后使者 在提到举一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一段声讯 他说 谁的迁徙是举一为主 和为使者 那么他将如愿以偿 谁的迁徙是举一 是为了 今世的复华 或者取其生子的话 他同样也能如愿以偿 你看同一样工作 由于内心的 这种举一不垂正 对对对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所以说 刚才 世和一定总结说 我们在做任何一种 供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的举一 一定是以赫拉苏林来 虔诚为主的 任何一种供修 大大小小 无论主命复工 它的本质就是用来 接近阿拉 寻求阿拉的喜悦 如果你一将这种供修 用在其他的墓地 那么这种供修 它完全丧失了 它的本质 而且你还会因为 这种供修而受到惩罚 所以说 当我们在立行 一种供修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端正我们的举一 一定虔诚为主 对对 这是在内心当中的 也就是说 有些罪恶 当它可见的时候 当它容易被别人发现 看到的时候 这件罪恶 其实从我们自身来说 它容易防范 对 我要注意 别人看到了怎么办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远离 我不能去做 那容易做到 但是 内心的这种孤名钓鱼 完全是要靠 我个人高度的一个警觉 高度的一个认识 高度的一个自律 才能够去做一防范和消除 其实也很难消除掉 就是说 我们不断地去和这个私欲 去做斗争 然后我们在做 每一件功课的时候 一定要在内心明确 我做这件事情 是为了安拉而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举意端正了 后面才会有一个善果 否则的话 你后面的行为 你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最终因为你的这个初衷 你的这个举意 不是为了博取安拉的喜悦 而是为了让别人来去欣赏我 让别人看到和听到 导致这样一个老无所获 还带着一身罪恶去建筑 对 所以这个作为孤名的话 这个其实他有些 他的一些实质 和他的一些目的 我说从以下的几个方面的话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一种孤名 因为孤名的话 不仅仅是从这个某些方面 就可以断定 这个人的话 就是我孤名的话 一个锁定在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方面上 其实孤名的话 可以从这样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身体方面 他用他的身体来表示孤名 就像欧买大全看到 头低的很低的那个人 欧买大全为什么 他都要这样抬起脖子 因为他其实能够抬起头来 其实欧买大全深深的知道这个人的话 他是一个作作 以用身体来表示自己的话 很有叫门 很有操守 很牵嚇 这个甚至说话的时候 他生涯的很低 也表示他那个 他是对人的一种 敬重各方各面 甚至让别人听不懂 他说什么这样的 所以用身体表示孤名的话 特别表示脸色很苍白 或者他这个 以便让人看出我是一个栽戒者 或者甚至故意做作 哎呀 今天的话 这个他的样子 各方各面的话 能够让人猜出他干什么的 所以这种用身体孤名的话 很可怕 还有一点人的话 是用他的衣服 用他的表情 来做出一种孤名 要注意把头发弄得很乱 或者他那个 忙不得 他自己忙于工修 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 我都是忙于这个 主道上的事业 现在连家里边都忙不了了 这样的 他用一下表情 表示出这样的一种 叫我们对安拉的一种热忱 或者你看我穿的这个衣服的话 几天都忙不得洗了 这样的 这个注意让人们认识到 这个人很忙于主道 你表示用这样的一种 无声的衣着的这样的一种 衣着语言 来向他能展示 我是一个看守主导的人 坚守主导的人 你看我是这么样的 甚至于那样的话 在他的房子里边的话 夜里边注意把灯开走 其实他已经睡了 梦游四方了 但是你表示 外边来看到 你看我还在学习的 这样的做法 也是用一些表情各方面 还有一种是用言语 用言语方面表示一种孤名 而且谈话的时候的话 要牵强附会的 引用一些古狼 或者海地 所有的 专门要引用一些 别人听不懂的 这样的一些话语 来表示自己的 很博学 这个这种孤名 所以这种孤名的话 是一种言语方面 是一种很可怕的 还有一种就是 用行为孤名 比如说 有人看这的时候的话 他离的很惨 离的很谦卑 但如果没人看的时候 你看他 这个鸡爪式的 很快 如果他在家里边 他里那个 如何的拜的话 恐怕不超过五分钟 但在青春寺里边的话 他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做得很慢 站起来的时候 那个动作那样的 好像是整个头腰的 完全沉浸在 那个拜宫当中 他让个人看 其实他根本 没有沉浸在 那个拜宫里 这是一种行为方面 一种孤名 很可怕 还有一种人的 一种孤名的话 是主动的去 拜访一些名人 名友 有知识 有学士的人 然后呢 在学生面前 我在什么 我讲 昨天我曾经拜访 给某个人了 你表示我的地位很高 而且这么高学位的人 高学历的学者 我都认识 我这个人还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我的圈子是一个非常有水准的 高水准的 对 名人效应 都是成功人士 名人效应 来彰显自己 对 一遍让别人的话 对自己的一种青睐 当我们说这样的人 有的他确实有能力的 但一些人的话 他是一种做作 故意跟每一个名导 照一张相 然后呢 甚至把这个照片的话 就到处张扬 这个人的话 你看说我的朋友 怎么样的 其实的话是一面之交 甚至那个名人的话 恐怕连他的名字 都没有记住 对 去拜登名人 不是为了求知学习 而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种 虚伪的这样的一种名声 海贵的这样的学子 比如然后经常跟我们谈起来 哎呀 这个在国外 哪个哪个大帅子的话 我们都经常去他的家里面做客 我就在想 这个怎么一个大帅子 在家里面会经常去 人际交往当中的话 像这样那些 顾名的实质化 他的手段 不发气人 真的 顾名是各种各样的一种形式 都可以体现出来的 所以 其实会答案了 保护我们 免于顾名 钓鱼的这种罪恶的伤害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期节目 又到了结束的时间 希望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